Create user的weather 那這個也就是說呢 你也不需要寫任何的程式 反正他畫面就已經提供給我們 上面需要欄位也都建立好了 那你會想說那可不可以變更 當然不行 因為這個控制項是他給我們的 長這個樣子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要其他欄位很抱歉 請你自行設計吧 所以這裡的話呢有哪些部分呢 包含這些相關的屬性 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確認那個帳號密碼 然後相關的屬性 也就有這些屬性你可以去做變更 那超過這部分的話呢也是很抱歉 沒有辦法做新增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他說至少七個資源 我印象還是六個資源就可以了 OK那其他的話相關的設定 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當然各位在建立好這個 這個設定好相關的網站設定 其實各位可以開啟 在account裡面呢就會有一個叫做 這邊就叫一個網頁 叫做register的這個 這個ASPX 實際上這個也已經是做好的 一個sample 那這個sample呢 基本上已經可以用了 比如說我這地方呢 假如說我今天登出好了 這地方登出 然後 然後 登出 我把這個 直接 回到首頁好了 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 這邊有一個註冊 這個 是範本 換掉了 那這邊有一個 如果 沒有使用者的話 那這邊會一般都會有註冊吧 如果說他新增為新的會員的話 那這邊有個註冊 那註冊點進去之後 實際上 就會跳到這個 這個頁面 register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裡面呢 就可以讓使用者呢 自己再去新增一個使用者 比如說呢 我這邊的話 增加一個Terry2好了 然後 email信箱 隨便key一個 比如這個 然後密碼的話 密碼的話 我就給他一個 英文再加 這個 數字 那這邊其實我 我是key 六碼 我發現六碼是ok的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按一下建立使用者 也可以透過 這個 create user weather 自動就幫我新建一個 使用者 按一下 建立使用者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自動有一個 而且呢 新增完之後呢 也會自動登錄 也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基本上都是自動化的 這個create 這個weather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他還提供給我們什麼呢 更改密碼的部分 這個控制項 這個更改密碼 當然有時候你的這個 密碼忘記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邊 他也提供一個叫做